我們現在有三個大男人 一個太監和一個笨腳 今晚特避節目 特避節目 為何要特避呢? 我今天就是有緣的 一會兒有什麼冬瓜豆腐 都是第四的 為什麼呢? 我說我 話說我在籌款之後 就搬著一塊東西 有個女士就走過來 我以為是大嬸 不是大嬸 這麼熟口的女王 就行了 認錯女王是大嬸 他還叫我來做節目 其實我很累 不幸我洗澡之後 精神都很快 不幸地 沖冷水流 是嗎? 是熱水流 沖冷水流好啊 我知道 會沖冷水流 對 對 沒錯 縮皮有縮味 不用了 我會沖冷水 皮膚會收縮嗎? 你們三個男人做什麼 皮膚收縮 皮膚比較緊緻 就是 是啊 那時候劉千石教我的 他說是白雪才教他的 想法之前 就算用香檢洗 連續用這些冷的水 最好是冰水 密度縮 這樣就縮了 是啊 我們女人最想來收鵝孔 縮皮 講完美容問題 上網的影片 你們大家聽完 一百輯來看 記住今天 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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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聽到 阿Mo哥的版本 你看看我的版本 我的版本是什麼 就是我擔著一把傘 在這裡走的時候 嘴 嘴 我周邊是沒有人的 孤單的人 孤單一個 這樣 一人撐傘 一人撐傘 那麼我聽到 有一個很熟悉的聲音 就在這裡說 如果擔傘的 遮一下旁邊那個 記不記得雨傘運動的時候 是怎樣的 這樣 我是長毛 又是梁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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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呢 就在那個邊皮那裡 那我就呢 就叫了 我說 喂喂 麻煩你過來 過來 叫一些義工 對個箱給我 那時候幫忙 你才知道 你幫忙很幫忙 我在沒見到你之前 聽到浩銘在這裡說 不是的 是 文婉 文婉 是的 不是浩銘 吳文婉說 就說 如果我和長毛兩個坐牢 跟著想說 你怎麼出去 會被人撞上車 打完來 對 所以呢 我覺得 真的要支持 因為你們的官司 都真的 只會越來越多 在現在的環境之下 對 現在就叫做 高德就高 是 換轉裝的 會不會還是這樣 我先聽聽 我講一件故事 聽聽 一件事就知道了 廟市立法會的案子 就是 話說去年11月15日 發展局 當時當副局長的馬紹祥 在說華盛州的事情 我們就得知了 其實有一間叫奧阿納 的顧問公司 拿了政府委託做的資料 拿來外市 給了一些顧問和地產商 在他周邊 就說要建一個屋苑 追查 查來查去都不知道說什麼 那我找華盛牆 我就說 我問阿哥 你今年4月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那你有沒有報警 他說 我說 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說你們的correspondent 都給我了 就是大家相信來往 他說沒有 他是賭物 他說沒有 過去看看有沒有 看 拿了 交給朱凱迪議員 那跟著時候呢 有一位女士 就是說 絕不姑息 哦 是的 那絕不姑息 就叫馬紹祥報案 那你說 你說 她 心是想什麼 現在她的嘴巴說 我們和諧 大哥 有賊鞋就有和諧 沒有賊鞋就沒有和諧 這是天使規律 這個鞋子很重要 大哥 我告訴你 有賊鞋就有和諧 和諧呢 其實胡錦濤的時代 已經講到現在了 他已經沒有和諧 和諧 正在和諧 哇 沒有了水 沒有了水 怎麼搞的 真媽的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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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至中華還是什麼 央至中華 央至中華 中央決戰可為這樣就對了 切合主題 嗯 那如果說 我就覺得 林鄭師傅說 一個快樂而已 那我實在說 當日 梁振英在威震四方的時候 她說絕對不會選 梁振英不選之後 就是共產黨 說你明天定定黨 攝影棋 其實她之前也有幾次準備攝影棋 例如 雨傘運動當時 叫她去做談判協團長 萬一談得到呢 梁振英就肯定是錯了 嗯 就是又說不知什麼事 又說心痛啊 腹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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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她剛剛選到之後 我記得我一期看到 多維 多維這個 說是習近平 是的 喉舌 其實現在又說不是 她有八大任務 分析了就是說 你票又不夠 人又不夠 是中央扶你上去的 你不要以為你死 你爺的 這個不是什麼問題啊 那她現在怎樣啊 你看看她用人就知道了 嗯 她現在不是用人為親 是用人為倫舌英國 不是 隨便啊 找不齊啊 本身的局長都在那裡 是 陳茂波是機要的 是啦 除了不得電走了 我們很開心之外 其他就是強國元的那些 又照樣放在那裡 那發展局一向都是她那個金波羅來的 那所以現在她調了 好像調了黃偉倫進去 嗯 那就是 其實香港特留學局是重要的 嗯 一個就是叫做 一個師 財政司 財政司 發展局 發展局呢 將香港的土地 就 條條快快 太公分輸入 分病仔 對 一刀斬下去 其實很簡單 我們小時候不是有個遊戲 不是遊戲 就是大家如果有橙吃 我們小時候很窮 那誰切就別人選 哈哈 現在就是自己切自己選 怎麼搞啊 很簡單 誰切就別人選 你敢不敢亂來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特區政府就是 連小孩子都不如 連小孩子的公平都不如 即是說 分病仔都不懂 是啊 我們小時候這樣 你切就我選 就等於這個 老友賭博一樣 你開本就我先選 就不可能 我開本我選 即是玩 錯了 喂 所以這些老實講 其實用什麼智慧啊 嗯 用小孩子的道理都說得明白了 那這個發展局就是 我切我選 那你當然是選 爛燈森 他就 啊 如果小孩子的智慧 都沒有新意了 所以陳茂波做發展局局長 是一個政變來的 最初 啊 啊 麥齊江上 麥齊江是常備來的 屬鐵墓 那一上去 就有人對他 他說他中央那裡 是啦 一箭就射下去 啊 那就 瓜柴 那就是陳茂波這個劏房波 嗯 如果不是他都不知道他是劏房波 如果他 他沒有官做 那就沒有劏房波 因為他 團什麼差地啊 搞什麼 啊 那就是不理會的啊 其實一石二鳥 除了推給這個位波波做之外 也都是借這個 震懾一些公務員 你們個個的底 都有類似的 是啦 你們有沒有 不要亂來啊 有沒有換樓來供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去外國 坐這個 business class 舞步 這些真是大問題 是啊 所以不黑劍就是這樣 大哥 搞到一匹糊塗獎 去猶豁了二百多萬 你說他怎麼敢的 一董出來猛命 我想陳茂波非常壞烈 不黑劍 因為他一向都有人佔他底 是 現在大件事 誰佔他底 所以陳茂波管這個 財政司 就是實踐 CY亮 說搞5C14的時候 他就是想陳茂波做 副財政司 直接向他負責 就是駕空的曾俊華 這樣 不幸被小弟拉到他 掛柴 這樣就不好意思 做到事啊 你做到事啊 那次做到事 所以就沒有和諧 做到事啊 沒有擦鞋就沒有和諧 所以現在為什麼這麼討厭我 大哥 大哥 你擦一盆吃啊 你擦一盆吃啊 小弟試過7歲的時候 7歲至12歲擦鞋 我媽媽幫那些外國 做薪人工 我記得呢 擦鞋呢 擦一盆嘴上去 他們覺得萬事萬年期 其實是多餘的 濕濕的 用水都可以 用水磨 我們那些 你知道勞動階級 說是你仆街啦 大哥 擦鞋 你都不會舔鞋 是吧 奶灰那個死的那個 那如果 我擦鞋呢 現在奶灰那些 就死了 喝口水 聽完 那很簡單 這個佈局 一不行之後 就產生了一個矛盾 就是曾俊華代表香港的有錢人 就想頂著大陸來搶錢 終於就出現了這個矛盾了 所以 所以今屆的有錢人 就想曾俊華做 和習近平說 這個當然過去了 我不想再說了 誰是誰非 現在有個局就是說 終於找了陳茂波上去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大家 香港的儲備 和香港將來怎樣花錢 再見 已經是沒有了 再見 看得到 他就算未坐正 坐正司那個位 已經看到 你見到他把他的官邸裝修 那幾百萬 四百萬 住了那幾個月 你為什麼會這樣這樣 真的花錢 他這些是好處 舔到有這麼盡 得這麼盡 那種 如果不是這樣 他就不會說公司是他家人 那家人是誰 原來他大佬是他兒子 他老婆大佬 真是大佬 即是這就是獅子生下精神 我窮到發瘋 是不是 到當我有招一日 有權有勢的時候 我就要拈到盡 那當然 這些是他的獅子生下精神 現在話回頭 那林鄭月娥 為什麼會有問題呢 其實你從一句共產黨的畫 一個套話就知道 還有一個套話說什麼呢 就是說 當路線決定了之後 幹部就是關鍵的因素 OK 你反之亦然 當你看到那些幹部 全部都 喂 不好意思 那隻貓很寶貴 我想說威貓都不好人吃牠 不行 大哥 喂 如果那些幹部是這樣的時候 你會做得到什麼呢 嗯 很簡單 就是說我拍到片 嘩 卡士完全沒有人認識的 你說你很有心 這是藝術電影來的 是不會在現實發生的 所以他說他都找人蠻 不是 那邊是頂住他 頂住他 老實說 大部份用公務 但是你覺得會不會有機會 就是所謂的這個 就是中央任命 就是說我講的是班子的方面 就是說我們要沿用 因為貫徹梁晶路線 所以用梁振英的班子 下一階段的施殺又來了 因為 藍政是一個compromise 就是說 在最後一段 習近平就說 不用說了 曾俊華就不能一談了 你喜歡就喜歡 還是不喜歡 都是這樣的 那些人就 你看李嘉誠就知道 呂窩練習寶青天 就說了 OK 補回他 那大家接受林鄭 但是如果林鄭月娥 那些班都是這樣 就是陳茂波可以 override他的 就是可以 簽越他的 那 未來一輪的 暗鬥又來了 但是現在 香港有潛到 暗鬥的意志已經很低了 其實很簡單 他現在善價而沽而已 者戰者圖 就是做好一些事情 很簡單 你大陸下來炒地 你炒起個樓市 一直這樣上 那他就賣東西給你 是不是 或者賣公司 連地連貨賣賣給你 所以在下一階段 香港人會經歷一個 就是說 如果一些有錢人覺得 無險可守 扯戰者退 的時候 香港就很嚴重 這件事一直 這五年是加速發生的 他根本是用紅色資本 去取代本地環市 取代了 那個趨勢是很明顯的 王岐山說一說 都要二十萬億 我問你現在的富豪 地主會合起來 有沒有二十萬億 就沒有 好像一個王岐山說 坐下 麻煩我揍手 現在我等一十萬億 你有沒有 沒有就不要跟 就好像九十年代的賭神 我帶你不知幾億 這個發生過的 在八十年代 當英國人要走的時候 匯豐都借錢給華茲 追擊英資銀行 就是大家一個合謀 如果英資是要走的 就千價而沽 所以只有一間移禍 就說不好意思 我遷冊 其他就說不要緊 我分回我一份 就行了 大家和起生財 所以其實當日 很多香港有錢人 轉來去支持 這個大陸那個 那個所謂基本法的制定 那些事情 是很多人不解的 甚至就是彭定康 和他們有矛盾 彭定康是鷹派來的 他們去揍彭定康 但是不行 因為彭定康 是馬卓安的老友 你就花時間了 就是沒得搞的 所以其實是發生過的 即是說當改喬換代的時候 那些Banker Banker是什麼 Banker就是食利者 他能計算過 有條數計的時候 就借錢給那個大莊做事 我聽過那些生意人說 Banker就是好天傘 好天他就借把傘給你 下雨他就收傘 我不止 梁議員說的另一個scenario 就是所謂善價而沽 Banker是沒有靈魂 是 龍沙達交換了 很簡單 在階段 匯豐如果他覺得和中資合作好 中銀和匯豐已經搞定了 你哪一個買賣不需要借錢 不會拿真銀 如果有人惡意收購 或者是什麼時候 借錢給那個惡意收購的人 那個不能頂 不能頂 不能搞的 匯豐買了保險 已經回到英國了 所以基本上他不輸的前提 他總部永遠不會離開英國 當時遷冊之後回到香港 香港有很多傻傻評論說 匯豐都回到香港了 我們香港幾姐 背靠祖國 面對世界了 你想一下匯豐的總部在哪裡 他永遠堅持留在英國 不會回來香港 脫了歐 他都寧願留在英國 所以下一階段 你看到林鄭月娥平衡 這個理解很辛苦 因為老實說 他是完全沒有票的 有錢都會找他 中資財團會找他 各省市會找他 喂大哥 不要說這麼多婆婆 怎麼搞的 下日這麼小 很多個五百元 另外還有 我留意今天習近平說的第二點 說四點 現在反映到他 以林鄭月娥為首的 原先的公務員班底 非常不報心 他是一個 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系 他強得特別系 公職人員和青少年 的基本法 憲法基本法 宣傳教育 要洗你班人的腦 青少年排第二 公職人員 公職人員都有 有定期上學習的 在香港也學習的 但他覺得學習得不夠 那班人的大佬 就是他非常不放心 這班人 梁振英老婆的龍蝦軍 少年軍 青年軍 沒有做到事 你見到現在的中國認同感 amongst青年人 所謂 是低到3% 即是香港 中國香港人 regardless 你哪個行先都不要緊 總之有沒有中國人 這個身份概念 現在是其低 即是龍蝦做不到事 現在新班底 公務員底的人 你受他整套教育 整個制度 都是英字留下的 他怎會信任得過你 林鄭何人說得出口 他自己說 我退休就回英國 是死罪來的 曾蔭權就是這樣 是不是 曾蔭權還要補一個爵士涵 他都不知道補一個爵士涵 就是殺身之魔的開始 你不能夠 林鄭何人說他臨別陣員 說到真的要收山走 回英國 沒錯 你有沒有聽到他在選的時候 說他 我答應了老公 會跟他回去 過去幾十年 我很忙 我現在想著多些陪我老公 誰不知 現在又要他辛苦 有任務 對 好事 你是錯的 老公說 我一點都不辛苦 你繼續做 他老公說 我為香港人 我願意 我多點吐出來 那天早上 那天早上 有所謂的 林鄭言不由衝 習近平 胡天胡帝胡言亂了 他講得太多問題 當然他講來講去 就是一件事 就是 香港人要認命 就是這麼簡單 是 即是他講了三雙信 其實 我不知道 大家記不記得 在文革之外 有所謂的 三信危機 信仰危機 八十年代講 現在他講三個雙信 這個王滬寧 就是他的國師 王滬寧 就是在三信危機裡面長大的 他是復旦大學的 一個講師 他在學術界 平平九低 老實說 不是六四 他排隊還沒排到 六四死太多人 走了太多了 老實說 他上去 你看看王滬寧 這個二流的學者 三代國師 江澤民的國師 三個代表論 就是他搞出來的 然後 進步發展官 也是他搞出來的 是不是 然後現在 到這個 新帝 又是他 戴上他的 戴上王滬寧 他周圍 好像一本字典一樣 我想就是王滬寧 睡不到的 我明天已經說 麻煩你起一篇稿給我 便秘都找他的 是的 沒錯 便秘都找他 嘔又找他 就是怎麼搞的 你看到一個人用什麼人 如果要用王滬寧 作為一個大國師 那王滬寧的特場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話 煞有介事 就好像梁振英 就是說 說出來的時候 就好像很流暢 有些內容 但是你抓不到他 是抓不到他 說什麼 那另外一個就是 經濟疾俗的 就是所謂 一帶一路 是吧 2013年 習近平寧接觸 不知道去哪裡 自察 回來 一帶一路 還要作出一帶一路 那跟著 現在就要洪安 洪安 現在就 被人頂住 我相信是王岐山頂 是吧 喂 你要在 北京附近做一個 新的深圳 喂 就是 十三零 就是現代十三零 是吧 很崩潰 啊 習近平有空上次 你看看我十三零 在這裏 是不是 就是 沒有我習近平 就沒有洪安 就是拿回他自己 批了他父親 撞回去那裏 然後諸為太上皇 他父親就好過去 太中文 習近平的父親 習仲勳就好過去 那個形象 由以前到現在 習仲勳就來過兩次做的 習仲勳這個人 就是 夠膽講話 頑固 他第一次 就是被毛澤東說 他用小說反黨 嗯 就是熊逸 就是講這個 這個 這個 劉志丹的 因為你要明白 毛澤東是很小器的 嗯 當他樓鼠去到 涉北的時候 是劉志丹 就是 劉志丹 十萬大仰 兼槍給他 讓他 這個 洪一軍 就不死得 劉志丹就說 你來就好了 阿哥 我都辛苦了 大家一起搞 劉志丹就死了 當日烈士 但是你知道 華東是 不會感恩的人 那麼 江青也是很小器的人 那麼 江青還沒起的 就是 當時在洪日說 劉志丹的功績的時候 華東就龍顏大怒 就說有人要用小說來反黨 那第一次 因為習仲勳就在那裏做事的 嗯 那第一次就打了下來 第二次就是 他跟胡耀邦說公道說話 他復出了 是在廣東省做省委副書記的 這樣呢 就跟李嘉誠 是很好的 就是 就是 習近平上了台之後 都有一張照片 用這個中國新 中國通訊社 就是習仲勳 這樣引路跟李嘉誠 很清楚的 那時候我想 李嘉誠跟習近平是有辦法談的 好了 習仲勳第二次就是胡耀邦 胡耀邦被人開生活會 你知道什麼叫生活會嗎 突然間三九五丁七說 打麻將 突然間說公司的事情 大哥當然是死人了 沒有準備的 那胡耀邦就落馬了 那個叫生活會 那習仲勳是為他講話 是被人不斷 是被人不斷 一刀 一刀劈下去 那聽說 晚年習仲勳 就是他自己情緒太激動 都有一些 情緒上的問題 那習近平你不是不明白嗎 你爸爸也被人咬 那你現在搞什麼呢 這個習大帝 是不是報仇呢 你搞我爸爸 我搞你老巢 OK 問題就是 喝狼奶大 文化現象就是 那習近平 我覺得他是有野心的人 那他用的人 他其實跟 當然黃安石我也很尊敬的人 其實他跟黃安石都沒有分別 他自大 但是下面沒有人 你看看 我都說 這麼愛國 中共七個常委 你叫他數出來數不到 為什麼呢 不知道他做過什麼 是不是 就像做對球 買了一個人回去 都沒有打過球 喂 怎麼記得一個人 有沒有踢過球 那你現在老實說 數數不到 那他那些鬥爭環境裡面 長大的自然 不信身邊人 那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習近平 他那個洪濤偉略 就是要 再過多十年 在總體的經濟體積上 要大於美國 所以他很著重資本輸出 他有沒有說他自己的負債都會大於美國 現在已經是 是 負債的 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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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經追過了美國 對 那他再彷彿 你的底沒有美國那麼厚 一出去 那你沒有軟實力 那個問題是 信太多美國還不還 美國佬 美國佬很簡單 美元 是結算貨幣唯一的 可以說 那 你無論你收了多少錢 你都是買美債的 他其實就是 好過執策 如果三厘 還33年才還給你的 但33年已經轉了 不知道多少 如果人民幣 能不能夠 取代美元 成為一個 全球供應的結算貨幣 除非香港就是全世界 這樣就可以了 沒有可能 他認為 為什麼叫中國 大家都知道 世界是中央 他有另一套邏輯 Exactly 他就是中央 中央大國 中共的經濟觀 不是美國那套 他會由西方調去中國 中國就是宇宙唯一的中心 到時就是人民幣結算 他認為是這樣 有一位仁兄跟我說 在那裡吹水 吹了三個小時 他就說 吃得很多大陸人 他有研究 這些 我只是問了一個問題 我說 醫生 如果明天 可以自由兌換 人民幣對美金 我說 你猜有多少人 會再傳人民幣 你猜中國人民幣 為什麼在港 等了三個小時 才說這句話 你現在開波30分鐘 五句老人 基本上是很有禮貌 你說我就聽 為什麼呢 我素來抱著立場 如果不是大是大非 我會聽別人說 大是大非 因為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說一件事 是會令到 有引起公眾的誤解 我當然要博 如果私下速失談 喝酒好喝茶好 吹水無所謂 老實說 你說什麼 我當作錢落袋 是嗎 你告訴我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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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 吹不靠 那些 它又用支付寶 支付寶 沒有信貸作用的 但都促進了 那些人到別人亂花錢 是 那些 那些 支付寶是令你很快把錢花光 很簡單 他不止支付寶 他現在的微信錢包 即如是等等 他全部在大陸買東西 你見到人們不會拿卡出來 不會給現金錢 這裏有一點點說實 中共的經濟觀不是美國那一隻 要解釋的 當吹水又好 為什麼中共這麼緊張要電子貨幣 因為貨幣本身是一種自由的工具 錢是沒有適應的 唯一錢是沒有適應的 我給了銀子給你 你收了銀子交易完成 電子貨幣的特色是什麼 是一定知道 誰和誰在做交易 在哪裏何時在做什麼交易 全部都追蹤 所以就是符合他的中共經濟觀 所以政府可以監控 所以不要以為 他比你更大的自由 你玩fintech還是玩fintech 最大的分別就是 其實我們資本主義底下的貨幣 是一種創造自由的工具 對於中共來說 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最怕聽到自由兩個字 不能夠不取代你 所以就是說 香港定了位 所謂背靠祖國 很簡單 現在已經做完了 什麼深港通什麼什麼通 然後再做了一個最大的人民諦詞 再做了一個股票通 因為他限制人家上去買股票 現在就說在香港買大陸股票 那些人當然覺得股票 為什麼呢 在香港買還有一些保證 在上面怎麼辦 可以掛入不可以 你拿一張貨幣 這張貨幣是影響的 我都不知道誰是影響 大哥你真是不幸運了 這裏又有另一件財經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吹水 如果以為這一著 又是中國贏了的話 又是笑死鬼佬 剛剛最近不是的 這個MSCI A股所謂 進入了index 說得像天花龍鳳 A股終於國際化 但是其實 就算是中正監製 鬼魄 後來就這樣說出來 其實就是跟我們中港通的股票安排 直接有關係 當然 所以不要以為他賣大包 你香港的中港通 他計好數目連續 幾次闖關 想入MSCI都進不了 最大的因素就是 因為他的股票流通量有限 沒有錯 所以他故意製造中港通 令到A股的流通量大了 大增 就是差那一點 就讓他入到MSCI 所以其實這一著 是中國再輸一仗的 其實將中國和香港的金融系統 更加黏緊密 而他不能夠拼開香港 這是很過人的事情 他可以騙到國內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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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寄生蟲黏著哭叔主 所以他只可以騙到國內的老百姓 他騙不到鬼魄 也騙不到香港人 正如你那些微信錢包支付寶 他們的老百姓都很方便 香港也有農民的 你不要說騙到上面的老百姓 香港的那班很多都騙到 那班立法會議員 那些基本上是農民水平 但是金融界的老百姓就不會踢爆你的 有好處 有好處 他不要吵你 買了港監索的那些 來喝喝你 沒有大陸 你們死 我們死的了 即是無論是港漂也好 還是本地的地道 香港人都好 沒有大陸我們死的了 港漂說沒有大陸你們死的了 他們聽得多這些謊話 他們每個人都相信 很多人是相信的 敏心說 他們是會帶到一些人的 但是很少人 沒錯 小部份人賺到大部分錢 所以他有一件事 就經常說 習近平剛剛說的 要發展才是解決矛盾的金鎖匙 他有沒有知道 這二十年來的發展其實已經很厲害 為什麼發展得厲害 矛盾越大呢 分裝不穩 對 小部份人先富起來 越來先富起來 即是利用他的富的刮得更多 越刮越多 但我又反面這樣說 如果在他的角度 即是鄧小平的 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 我就讓你富 我讓你富 我讓你走也不要緊 因為我有東西拿著 你便走 你便拿六卡 我一吹雞 你便也是跪低 我只要有東西拿著 國民貴一樣 我一樣可以跟你決定 他現在最怕就是沒有東西決定 我們看回王維基 電視發牌那件事是一樣的 即是你現在所有人 你要在一個共產黨的政權之下 有一個生存空間 一息常存的話 你都要找東西去交換 其實這個真是撒彈 大佬 不如我們講回聖經 Banker是沒有靈魂的 他不覺得有成本 對不起 雖然我也是 你不用一起做妖精 我明白 做妖精 Banker是甚麼 英文字是這樣 好像說 資本論 其實就是本金 馬克思解釋 本金為何變多錢 嗯嗯嗯嗯嗯嗯 即是譯了叫做資本 這個譯名都不錯的 嗯嗯 即是多了些東西 不只是貫金 那即是說 你看回香港 也有這些 蛛絲馬跡 很簡單 講回我們 很多的經濟安排 現在就著這個趨勢 去做事 很簡單 我們就簽了一個 因為國際反省黑錢 我們簽了跟美國 嗯嗯嗯 就要互換 嗯嗯嗯 原來turn out 我們也要跟大陸互換 嗯嗯嗯 所以現在大陸的貪官 哇 一路底不行 所以現在就瘋狂下來 將一些黑錢漂白 嗯嗯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為什麼現在 就是 天一半地一半都小了 譬如現在 有一萬億黑錢 花五千都當執倒 嗯嗯嗯 即是等於去澳門賭錢一樣 記住拍我賭錢 哈哈哈哈 我親爸爸在這裡贏的 你拍 你記住拍 你記住拍 我給你一張餅帶給我 我叫梁國雄 我不是貪官 我賭運好 我賭運好 我告訴你賭運好 然後賭運好 不是賭運好 是我排品好 我輸了一半 我都還笑 那一刻還怎樣 總之買籌碼那一刻 是真的 對呀 怎樣贏怎樣輸 你黎碼怎麼跟那個 Casino隊 沒有人知道的 嗯 也都是因為這個漂白的過程 也都是令到 香港那個樓價不斷升得這麼厲害的原因 不是 這個派生了 就是說你參加國際團體的時候 你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結果 會派給你 嗯嗯 是吧 本身香港和這個美國互換 沒有問題的 大家想 咦不是啊 我們又和大陸互換 嘩 嘩 大陸 嘩 肺已經差不多肺癌了 你還照著肺 你沒有和美國互換 你是不是都要和大陸互換 最新金融界消息 我自己又爆大鑊 大家 反正行內都知道 不是什麼秘密 我猜過你 20年前我們回歸 太豬就被人借了 7月2日就借了 嘩 最新情況是 什麼家科呢 就是這個主權級的銀行 兄弟跟我說的 是 剛剛長安部 梁議員說的那些是真的 太豬 正在動手 所以發覺 中港兩地同時的市場 是有些異動的 嗯 香港又忽然之間有些莊家股 倒塌 諸如此類 你不要怪那個長毛事 其實資金鏈是斷軌了 而另一邊的資金鏈被人在檢查 發覺海豪被人在檢查 這個安邦的老闆自動 即是 立即諸如此類 其實中央已經有這個調查小組 各大銀行在檢查 資金鏈極度緊張 什麼的借口說暫時會不出 諸如此類 是假的 那那個最近說港匯那裏 好像掉了 是不是跟這個有關 不是直接有關 最重要的是 香港和中國 兩邊在夾起來 調查你的資金鏈怎麼轉 所以即將來的 會有更多資金鏈會斷 就不一定好像梁議員說 美國女生很辣 是很辣的 是很辣的 是很辣 他不聲不聲 點口煙 你就死了 打個訊號 做事 吃口煙先 做事 所以美國大把牌在手 他不怕你中國 他慢慢煙你 他不用你死 亦都證明為何 那麼多中國的大貪官 家屬全部 把資金 安排去美國 因為 住大好遮蔭 住大好遮蔭 去加拿大他劫你回來 在美國他不敢動你 那就是愛國愛國 最重要是愛美國 說完了 真的 你愛國 你愛哪個國 宣誓加入美 就是宣誓 打仗 敲宗 當兵 你覺得哪個國家 領導人 沒有親戚在美國 最大的女兒 都是美國 那就是 你打仗當兵 你敢不敢和你 亦都就是說 側面來說 永遠打不成仗 你跟自己過不去 你怎麼跟自己過不去 你的所有身家 性命在美國 現在去西漢的時候 是不停禍禍 你禍是鬼佬 不一樣 不同 禍禍禍禍 你不會打回自己家人 你不會打回自己的子孫 嫁了出去公主的算數 還有很多公主是無牌 假公主 隨便封個公主 封個假公主 給你的名銜有什麼所謂 主要是拖著一個時間 不要打 然後漢武帝累積國力 打回你風羅 但現在不是 你漢武帝 整個家人 整個宮廷的貴族 全部都放了 那漢武帝 你漢武帝 就只是在國內做個空心老官 你可以想像漢武帝的兒子 是講兇奴話的 那就是 那漢武帝敢不敢打兇奴 如果這樣 但你不要這樣說 但是現在 兇奴的對死對家 應該是現在習大大 一樣跟你玩一帶一路 你覺得這條條路在哪裡 但是她的女兒又跑去做公主 她的公主又去了 封奴的公主 看起來一帶一路 政治動作 政治是借口 上次那些小錢 研究了 是將中國的問題出口給人 美國人也是這樣 美國人也是這樣 印銀紙出口金融危機給人 她現在也是 那現在就是香港最笨 你今天是下注 不是啊 我們是基金貨幣 香港是被迫著 跟你下注 不是啊 我們是真金白銀去買它 那些個性產能 大佬 你借了錢給我先 我還不還到我跌方我的事 高鐵和港珠澳這些跨境的 那些不斷超支 為什麼不斷超支呢 是香港超支的 講清楚 為什麼一定要不斷超支 只有香港是自己給錢起的 就是你用香港的真金白銀 像長毛說的 用香港的真金白銀 買你的過程產能 為什麼要踢爆這件事 為什麼一定要劏房 剝造財爺位 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他自己開綠燈 哪有傻佬肯下注 而且我覺得呢 就是路線定了去看幹部 沒有馬南軍部 在這關你明明什麼事 就是你劏房都算 很多人都會劏房 整個香港的業主都會劏房 但是他可以為了五毫子 帶白粉 這件事很重要的 這件事 完全是沒有Integrity 這個人 信了耶穌就可以了 悔改了就可以了 不是耶穌真 他說很誠心的 經常引用聖經的 他在做耶穌的事 他在說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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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是用來說的 不是用來送的 總體來說 我們分析了這些 林鄭在財經是完全沒有經營 即是說 她已經把這一塊給了糧粉去做的 糧粉 糧粉分析到底 既然梁鄭是土共 土共做事就方便很多 為什麼呢 就是直接告訴你 你永遠都不會爆炸 林鄭始終不是 除非現在突擊入黨 我不知道有沒有 都沒有用 所以整個勢已經做了 就是繼續把香港黨搖前書 然後呢 或者給一點錢 林鄭做改革 在政治上 將泛民的主流 跟林鄭一搭左勾 就去消滅 或者是令到那些什麼激進派 自決派 就沒有運行 就這麼簡單 政治上就是這樣 經濟上就是這樣 他一定會做一些基礎的事情 什麼叫基礎的事情 就是改善民生的工程 一定會做的 就是說 他說增加教育的基金 和安老的事情 我相信他會做的 因為剩了錢給他 是的 但是問題是 他做這件事 其實間接的就是架空反對派 因為你們一直在喊 譬如爭取全民退保 是不是 他都不會做的 你已經沒有爭辯了 是他做不到 OK 不是他想不想 或者應不應 有沒有能力 但是我告訴你 呂王你很明白一件事 在20年前 大陸就說 香港改革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他不是持訓者 很少 喂現在 某個州地都是 我現在只要計算 他到底遲了哪裏的股份都不知道 是 三大重災區 如果說這個 所謂標準公司 中資請的保安 清潔 和這個物館 是大量的 因為他是直接買了一間公司來做 老實說 錢是沒有人嫌多的 如果你有個特首說 不如將公司規定了 最長多少 然後又要補水 直接在銀包拿錢 那你說些細錢 細錢都不會給你 阿哥 你是我管家 你叫我給細錢給那些人 所以他會做什麼呢 就是梁聖英這樣 斷單計 拿一個基金出來 撕一下撕一下 就說他做了事情 如果一個根本 fundamental 的改革 我告訴你 不會 為什麼呢 那個立法會裡面 已經 built up 了 因為他有四十票 每一個都有老闆 中施老闆 後邊有不同的 所以他就不通過 是嗎 除非 你不能夠時事驚動習大大 又拍拖在那裡 喂 做了 那這個不行 那就磨一下磨一下 習大大當然說 你自己搞吧 你搞定就搞了 總之你搞定高鐵 港珠澳大橋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那時候 我記得一二年的時候 零要共產黨 就不要地產黨 因為當時是香港人 對本地地產商的仇恨 然後梁振英才有機會上到 這是嚴重的誤判 老實說 地產黨也不值得支持 但問題是他以為 六八九是會 對香港的地產黨 沒錯 對 他說的深層次矛盾 大家是錯解了的 問題是他 是會把紅色資本 取代本地華資 他不是要改革香港的經濟制度 深層次的矛盾 就是紅色資本 和本地華資的矛盾 並不是窮人 和有錢人的矛盾 是分裝不暈 大家不要誤會 是紅色資本 想取代本地華資的問題 為何蓮月珍被人告 就是他售後 他就是第一個出來 踢包你新舊板塊的概念 就是梁議員那樣東西 你新的那班資本家 和舊的那班資本家 你講不了數 絕對千萬誤會 是有一個經濟 或是政治體制的改革 令到香港一般 中下層的人 有一個好的生活 不是這回事 但我有點心涼 這件事 心理不好的我 我是覺得 活該 當時佔領運動的時候 吵得最大聲 就是後面那班商家佬 破壞香港經濟 搞壞香港 地產商又發聲 零售商又發聲 大家都發聲 現在就抵鬧死了 到你了 從來不要以為 共產黨會拒絕任何人 是不會有一個人能夠逃過的 你由底層開始炒起 在上面的人 以為他沒事 因為他在山頂 水浸不到他 但又是搞到你 現在你海航來到香港 你這班人是站在那裡 有很大的分別 是 這個矛盾是假的 是 為甚麼呢 梁議員的分析準確一點 是 就是因為你佔領中環那班友制 是沒有東西可以出來等價交換的 你商家佬是計價錢的 你即使紅色資本進逼 好像是梁議員所說 我做Banker 我就認識 我只能賣個盤給你 至少紅色資本有錢接 問題是你那些年輕人躺在街上 是呀 你異症慈嚴 你適合又如何 我扔個盤給你 你沒錢窮人 你怎麼接 你窮人來的 你不窮人 你怎麼去睡街 就是我一無所有 我才去睡街 我知道 但問題是 我現在很深涼 我很深涼 看到他們現在欺貨 他們不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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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些錢 我理得你 你賣屁股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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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海航的練金術都厲害 他千聲奪人 明知道東九那兩塊地 是有些苗頭的 他高價買了 你都不知道他手裡拿著多少麵粉 一炒 炒起了那些地價 他拿著那些地價 一漲了 立即去按給銀行 按給銀行 這樣按了 已經收錢了 然後你自己看 那些什麼 港人港地 出來的價錢 是多少萬元一尺 兩萬多元一尺 楊議員說了事實一半 但未知後面發生什麼事 未明後面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紅色資本 做得那麼狼 為什麼香港那些地主黨 沒有那麼狼 就是說 當你把東西炒高了 按給銀行 拿多了一塊錢之後 又是中共的經濟邏輯 就是借錢是不用還的 他沒有預算要還的 有什麼移動 你就爆風 你就死了 陳航死了 不是我死 這一下子最不同的 你打出為什麼 他好像沒什麼定心吸引 所以梁振英 梁振英 就口爽何爆黎 因為你不讓他炒樓 他可以炒舖 炒地 炒車位 所以他就 現在我會用雙辣椒 令他不能炒樓 可能說你神經 炒樓這麼小 是我玩的 炒地來的 所以為什麼 當我是恆大 你是不是有病 恆大還在炒地 你當是碧桂園的水平 說你是民企 所以為什麼 經常說要 利用解決居住問題 增加土地供應 做藉口移交易供應 大堆大堆地 準備用來炒地 你有籌碼可以轉 炒地還是虛訪一招 因為你明白 以他的身份 國內能夠拿到的錢 在香港銀行體系拿到的錢 是無限的多 他缺就是缺什麼 他沒有籌碼去炒 所以你就算香港的交易公園 借了 給他都沒有用 他到時又炒地 是不是交易公園的問題 對他都不上心 不上心 但可以肯定的就是 他就算撥多少土地都好 產多少土地都好 都不夠 香港的居住問題 就叫不不大便 不大便 很簡單 有十個菠蘿包 是二萬元一個 他差你這樣 對 對 對 所以千萬不要說是土地問題 不是土地問題 大哥 你就看回數據 我舉一個例子 你說菠蘿包 我說什麼 你就看天灑 西九的樓 九龍站上面的樓 大把都建在那裡 晚上沒有人開燈 為什麼 現在 他說省電而已 是行工來的 是啊 所以其實 在那轉走馬丹 我相信 林鄭 他做的事就是 盡量facility 這個經濟的轉變 就是說 開綠燈 開綠燈 他有兩樣要做的 第一就是 小收小寶 穩住 第二就是 消滅政治反對派 起碼表面那一層 可以先圍住 就是圍住 就是圍住 消滅政治反對派 很簡單 他不是不要民主派 而是可控的民主派 是 即是花瓶一定要有 他現在就是想做這個過程 所以 即是他現在追殺我們 追得這麼狠 固然有我們自己 尿鬼拿命去動他 是不是 如果我們不佔領那個金子經 他都不會抓我們的 但是老實說 那麼我們 窮到只有尊嚴 那怎麼辦 沒有辦法的 如果你跟我說 說我服 我當然是說不服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很多人都說 那你做是沒有意思的 那我說你不做 更加沒有意思的 這屬於基層民主去爭取 你說 李宏剛才說 很心良 我自己看回本地華資 那些 他們搞到今時今日的地步 被人趕開變成邊緣化 這班是自己拿來衰人 他們以他們的財力 和香港的基礎 他們如果是真真正正 走自己出來組黨 走一個政黨政治 他們在背後用財力支持自己的政治代理人 和北京玩 你猜石禮謙代表誰 這些是很低B的那種 有政治代理人 並不表示有政治之外 不是英國保守黨 大家忘了 是李大壯 加入自由黨 分裂自由黨 自由黨本來有十個議員 就是他進去一下分裂了 就令到自由黨壓縮 原來是自由黨壓縮 然後走出來的那班樑留有分 更大過去 然後變成了經文聯 很簡單 經文聯 石禮謙是代表地產黨的 但是經文聯裡面 你想想 數下去張華峰 暑黃昏 已經是全面目猙獰 蠻蠻蠻的 不是像以前那樣 我就是地產黨 或者資產黨 這個 這個蕭英星都說過 不如走出保守黨 不如說話 這個比較高高智慧 李大壯有去分化政黨 其實我想共產黨已經用了 在所有政黨 OK 此其一日 第二就是 現在他跟那些有錢人說 我不單謀財還要害命 郭先生這件事 當然是撿回來這件案子 他家裡不和才有 但是一撿了 他就說 喂 我不想害命 但是我謀財不遂的時候 你逼我害命 就不好意思 你掙扎 反抗 所以其實他用ICAC做 各事兄弟 那就是敲山震虎 是不是 老實說 李嘉誠一定不會被告 李嘉誠的兒子 不知道 是不是 因為 你做生意 如果找廉署查理 你有內鬼 老實說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你不知道在香港有多少國安在做 史諾敦的事情 是不是 你不知道 郭文貴說有二千多個 反正各個都有 和銅鑼灣有總部 反正各個都有各 所以就是說 他整個做法就是說 如果你不就犯的時候 你就就目了 這些是活該的 因為九七前九七後 我自己接觸過商界 不管是大小等等 他們都覺得自己在搞政治 他們的政治 主流搞政治 是什麼 我在上面認識誰 認識誰 我可以直通天庭 什麼什麼 自己拿回政協來做 他們以為這些就叫做政治 這些是奴才式的政治 他們不是搞美國 英國在西方 那種類似保守黨 或者是商界 商人政黨的那種 一種成熟 和真真正正 以執政為目標的 其實很簡單 你覺得香港有政黨 真的以執政為目標嗎 如果商界是 有這個智慧和勇氣 他們是有條件做的 尤其是九七年初的時候 他們自己主動 就是寧願吃什麼 吃即食麵 因為當時董建華餵得他們 太開心了 他就想著董建華這個政策 是永遠的 是吧 真任權都有幫他手 要不然就不會有九招 九招就是董建華給真任權再改良 令到地產黨在短時期之內 就覺得很過癮 但是就已經麻痺了 是吧 你的腦麻痺了之後 你吃些什麼都不知道 你餵肥了一隻豬 就放湯了 你餵一口豬進去 突然間針灸一獨一瓶 嘩 這麼臭的 遲了 是吧 所以其實這是問題來的 因為 共產黨未入WTO之前 老實說 你開放這裡給他玩 他都不會玩 是吧 借貨沒有貨 借錢沒有錢 不是一個渠道 沒有什麼 他玩到 所以現在他玩到 這個就是2008年之後 奧巴馬量化寬鬆 大家鬥印銀子之後 香港就在中間夾了出 問題是變成命運共同體 所謂玩到 亦都令到香港變成一個 差不多固定了的方法 所以 我想起 有位我們前輩 剛才我們開麥克風前 都提過 就是老凡之先生 這個真是前輩 他在老董主政期間 寫了一篇三十幾萬字的文章 我真的從頭到尾看完 他有一句我很認同 到現在印證了百分之百正確 我覺得 他說香港的商界 尤其是以華資地產 香港本地華人地產商為首的商界 是政治極端無能 現在我們完全看不到 這個一向都是這樣的 因為他們一旦做賣版 一旦做賣版 是英國人 當時香港還有很多人 覺得這群人直通天庭 所以他們政治能量很大的 但像你這樣說 一督穿下來 原來這群人什麼渣都沒得靜 在政治上是空心老觀 裡面這群人最厲害的就是老董 老董加了生意什麼樣子 都不知道 他是頭來 那你說吧 那你想一想 等而下之 就是每個都是二世祖 不可以怎樣 他都是二世祖 我自己真的接觸他們的意識 就是我認識誰認識 連那時候說 什麼什麼 劉鎮武時代的解放軍軍營 在香港 他說裝了多少個偷聽 是他都知道了 帶人上去旅行 可以在香港調多少個軍車 哇 威誠 原來他只不過是在什麼地方 開一間拉鏈廠 香港的商界 那種政治意識就是這樣的 是很普遍的 他總是在中間太多人扯皮條 他們以為自己在扯皮條 連扯皮條的資格都沒有 連扯皮條的資格都沒有 他算是比較好的 那他現在講到尾就是說 我們講回林鄭 你說文化上面 他是完全不懂的 多一些等而下之的事情 是不是 這個經濟上面 他是完全不能動的 政治上面 就是聽後上面發落 如果他說 其實很簡單 他跟曾蔡全都是這樣說的 就是說 如果沒有共識 就不要政改 是啊 創造到條件 就做二十三條 這是有延機的 什麼叫創造到條件 民主派的支持 就是創造到條件 是不是 如果這個政改 有些人在死頂 就不要再做了 他就說二十三條可做 政改就不用做了 說得很清楚 是啊 未上任已經知道了 二十三條就算未做 現在都在做了 化整為零 是吧 就是國民教育 一向都在做 化整為零 湯家驊教他 在普通法有很多罪 叛國罪 不然有人屢英外合 才能做到這些事情 湯家驊就說不用 在普通法有很多罪 可以做多少 可以做多少 即是說不用用二十三條 將公文案裡面的寫進去 那大哥 是叛國罪 那如果你在這裡說 你反對一黨專政 他就會說 那大哥是共產黨 那大哥他憲法寫了 所以引入湯渣去行政會議 因為憲法真的實在是一個質疑 大哥明白明白的 大哥是洋謀來的 因為四項基本原則 就是共產黨的領造 這個馬列 無法公主上社會主義 是吧 說到明的 大哥 所以當他八二年 將憲法修改了 說權力是屬於中國人民的時候 他又在罪言那裡加了這段 當日有人問到底罪言算不算 他說當然算 彭珍有一句說話是最清楚的 他是做人大政法委員 後來升官升到人大委員長 他說的說話真是經典 到底是否大還是發大 我也不清楚 是 他說過他不清楚 但他其實非常清楚 他不方便說 他非常清楚 黨大還是發大他非常清楚 他不方便說 所以大家不要天真 共產黨在香港整個統治 其實你看他 他柔弱到強 他鬥倒國民黨就可以了 他在經濟上暫時 是沒有辦法下來香港玩 所以他就任由你玩一下 你繼續玩 一到我有得玩的時候 你就知道一走了 就做了 他柔弱轉強 你看回2003年7月1日之後 他們很害怕 接著就說是第二梯隊 現在就變成了 所以梁振英可能是做第二梯隊的領袖 我覺得他不是由於轉強 我覺得是刺激而動 就是他在等著 他在等著一個對的機會 他就出擊 問題是他其實是 他也有貨在手 有貨在手 打完抗日戰爭 蘇軍收了東北 因為出擊 把火炮給ug 他們說是有的 蘇聯攝收了一些關東軍那些軍艇 那就沒辦法了 他逆轉了 即是說他能忍住 等到有的時候他就動手了 就是這麼簡單 就好像等於說最近習近平訪講 他就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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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到關鍵時候就弄爛了棺材 總之不見棺材 他就不是不留眼淚 不見棺材 大家開心 他現在就是很簡單的 搞那麼多事情就是原來 今次棺材是不見的 不見的就不搞定了 看不到我開心了 接了工作的人都在吃天狗翅 那個醬汁 習近平來那個派頭 我只是感覺到有一個人能夠看他 那個人就是叫曾慶紅 只有一個人能夠看他 是不是大哥 都說他都怒訴 是 曾慶紅是他的大哥哥 你老實說你現在習近平動 曾慶紅是說不通的 如果沒有曾慶紅走出來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太子黨接收回政權 他做組織部長的時候大量提拔兩樣人 海歸派兼太子黨 現在就形成了太子黨的核心 太子黨去用海歸派 很清楚 老實說 你要搞這些金融的東西 你一定是海歸的 沒有辦法的 所以大陸他有仇美 但是又非常崇美 因為他那些功夫套路 全國在那裡學回來的 他沒有得不崇美 是不是 本來就是自己有 他就是親美 整個身家性命都完全富美 現在已經是親就崇了 父美 身家性命富美 大哥 表面常常對美國哭打哭殺 沒有辦法 那你現在 講到這裏 如果我們講二七 林鄭將來怎樣 我相信基本上就是這樣 民生上面小修小補 政治上面挑撥離間 打一派 就拉一派 有耐性 等到一個機會 如果真是一件事 搞到泰民主派 都覺得應該是D9 在泰民裏面的所謂激進派也好 自決派也好 一波就搞定它 和泰民那邊 或者是新派的所謂成幫也好 自決派等等 他們到底知不 對自己的對手 認識有多深呢 長摩這些 可以如數加增 由中共一大到今時今日 你中共的鬥爭手法 可以數出來 現在那些 我覺得他們真的 對中共是一件事 他們好像都不清楚 你剛才說劉志丹等等 他們這種鬥爭方式 是不用說人情 亦不需要說恩情 我只是說現實的政治利益 到底現在香港那班 政治上的所謂反對 現在很簡單 如果你說港獨那些 其實他們很簡單 解決了問題 就是 就是我最近看學生會說 七日我不搞事了 我搞個港獨論壇就算了 那我就打了十隻字 我那十隻字 我不知道是否認識 我就是說 花果飄零 靈根自直 佩服 那我為什麼要問他呢 唐君偉講的 既然現在我就來香港了 那我就什麼都不管了 保存中國文化就行了 我和殖民地的政權 互為不存在 嗯 現在 講到就是說 既然間 我們暫時都不行了 勇武又不行了 什麼都不行了 那我們就花果飄零 寧根自直 一樣是 與現在的 中共控制的 港共的殖民地政權 互不存在 是 平衡時空 是 同樣是這樣說 是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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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香港人都是真的要做事 其實我們說 有錢很活該 如果香港普通人都不出聲 都是活該 不要搞 當然 不是不出聲 你出聲 他屌曲你先 上次他們很擁抱這個胡蘇仔 是 是 你們去佔領 一些窮人去支持胡蘇真 那下星期 是啊 你去佔領 他說你去搞事 他要酬了三千萬 來的 就是你去佔領 他是去罵你 是吧 他不是說 有得你去搞 我沒有你們那麼 不是同情 而他們還要 跟那些當權的踩多你幾腳 是 這個當然是一個政治心理行 就是說 當納粹德國興起的時候 當那些人覺得 自己是共產黨搞不定 社會民主黨搞不定 那傳統的中國就試一下他 那我就說服了自己 是你失敗 那我支持一個 如果你是上帝 上帝失敗了我 那我就相信黑毛術 支持你的敵人 黑毛術 黑毛術最重要 這一世有啤酒 要喝啤酒有啤酒 要喝威士忌 要喝威士忌 要喝女人 要喝女人 下一世啊 浪費時間 上帝就說下一世啊 是不是啊 那他就是為大哥 是不是 就是很簡單 很現實就是這件事 還有還有一件 他就是成功這樣培養了一件事 就是說 政府是恩人來的 嗯 是啊 是 是不是 政府是恩人來的 那如果你搞到政府私恩都不行 那你當然要 就是 寧遲處死 是不是 鎖住他台戲 是啊 其實 其實意思就是 當那三萬億不是我們自己的 三萬億是他們的 那現在三萬億給你三億你 你都不要 好過沒有 你居然不貴你謝恩 是啊 這個意思就是每年財政要說 叫做派堂 那誰派堂 那些錢是政府的 不是我們 其實按事實來講是 我們一般的市民 夾夠錢交給政府 要他們幫忙盯著 你們向我們問 現在不是 夠錢是他們的 成功 成功 洗腦了 其實就是滴漏原理 我和田北俊 在2004年辯論 他說了窮人是沒有貢獻的 為什麼 他說又不買樓又不交稅 你不要 長毛不要說 我叫政府用錢 是我自私的錢都是我們的 那我立即罵差去 我說大哥 沒有稅交 是因為你人工太低 誰不想交新風稅 第二買不到 都是上不到會 那你還罵那些人做什麼 大哥 他沒有足夠錢給他貢獻 是不是 那我罵完他 我就立即 民調又上了兩點了 因為真的太清楚了 所以 自由黨怎麼搞到今天這樣的地步 不是說 商界黨 不是純粹因為有人在背後去分裂他 他自己本身很有問題 他自己搞衰自己 20元張 為什麼你不跟他割席 你已經是當時自由黨那些 做地區工作 叫救命辛苦 做過地區工作 被他一火炒起 你都還拿著 20元張當作是補 是吧 你自由黨這些所謂的 死又如故 沒得說 20元張就是 入行政會議 北風氣壺 十三腰 林美老翻舖 我做了這個行政會議成員 那你捧了上去 油蚊樽捧了上去 那你自由黨有什麼下場呢 是吧 自由黨就是這樣 自由黨的 如果兀不允就別去 自由兜可以不允 兀不允就不關我事 誰去的自由黨 只能夠關你 香港本地華之商界政黨 根本就是政治白癡 他沒有真是想過培育自己什麼 加上政治基礎 他經常以為我在上面認識別人 我都是聽過的 我在上面認識別人 我在上面認識誰認識誰 我認識那些 直接說自己整個政協來做 自己做完 到時身邊所有的朋友就是那些 他不會覺得他需要搭檔 連香港那些所謂很厲害的人 都認為自己有一張特別的卡 給公安截的時候 養一養出來就不夠走 你明白嗎 這就是分水的原理 分出一支支水 與其他交保護費 你黑社會不如我整個黑社會 對呀 原來不是我做的 就是這樣 我看到他拿回鄉卡 進入特別通道 政協貴賓通道 已經覺得我贏了 你們要排隊我不用 他們已經覺得很舒服 張曉明來了之後 政協賣官那裡 宋臨已經判了16年了 不過張曉明不死就真的 還沒死 我回合了 都差不多了 你看看幹部的因素 陳肇始 是一個已經退休的護士 不是看小護士 但是是醫生會看小護士 OK 那你找了一個退休 回來過日晨 逗婚婦局長的人 去做一個局長 那你聽過醫生會聽護士說沒有 開張藥給藥拿給他 由醫生去當執藥 喂 沒得做啊 你醫生是治療專業 香港醫生要專業 護士物理治療 叫做輔助專業 你根本是沒可能 那你找陳肇始 你真是怎樣搞 那條線啊 那就是說他找不到人了 開會 陳肇始 找不到廿事 小開會 又怎樣了 那些人遲到了 還說那些茶這麼冷啊 大哥 有些效率行不行啊 大哥 護士長 大哥 很嚴重的 然後再拜佈復活 劉剛華無端端走官位 走到腳趾尾 見一個死一個 就上去了 沒辦法 他真是劏豬肚 放上去就劏 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看回現在 他都不要臉了 誰輸就誰做局長 所以現在的建制派 經常都求職拜託輸啊 他大好啊 不要讓我贏得不行啊 贏得很麻煩啊 就是領類贏法 是啊 現在黃大仙當中的就叫做 獨孤求敗啊 獨孤求敗啊 是 獨孤求敗 領類贏法 拜佈復活 拜佈復活 獨孤求敗 拜佈復活 孤目逢春 哎呀大哥 真是大哥 這個大男人的幻想 結果這樣做呢 建制派的真正的政治力量 也會有很多 不是那個道 那個志氣都很低落 都很低落 你永遠 你永遠去不回曾育成的水平 沒有可能的 曾育成的水平 沒有人能夠繼承下來 你看回張學軍就知道 哎呀北極的那個 這是南北極的 南北極 不知道啦 如果打麻將就糟糕了 抗北就拿出南來抗 炸壺來的大哥 他現在就做了行政會議成員 我不知道是不是林鄭覺得 在他一開個campaign的時候 他做法律顧問 很撐他 我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你老實說 那能見亂其他人看來怎麼看呢 但是一個就是 這招很厲害 效果不是很好 很簡單 李慧琼不做 割席的時候 我就說過了 就是老牛吃亂草 就吃了李慧琼 現在又不是啦 又要找新的東西啦 大哥你們在搞什麼 即是你根本沒有辦法 抓到他搞什麼 即是我那時候不是紛贓的 紛贓 難的 都難紛贓的 沒有辦法 這個證明他自己 不是他畫得完事 他在北京都 北京連他最信任的建制派 他都不敢放手 給他們去提升政治能量 這個就糟糕了 你區議會為什麼永遠成為諮詢機構呢 他殺局之後 他不肯提升區議會的權力 所以 我刷一刷老牛的鞋 所謂俗語有雲 靈為雞口 無為牛後 呂王在這裏就是呂王 林鄭月娥在政府那裏就是 黃黃不可終日 大鑊 黃黃不可終日 是 他有兩個黃 不過他多了點心 是 是 有一個抱著他 有一個就是他前老闆 是 所以說 有黑有兩個黑 黃黃 有兩個心 就是黃黃不可終日 住在身邊一個黃 是 但你就是 穿上來的我就是女王 你不要理我 我除了是貓可以凌駕我之外 就沒有了 死隻貓 太上皇 四個都看著你 OK 林鄭月娥就真是大鑊了 真是大鑊 他不知道有幾個太上皇 他不知道有多少個 今晚說完 小弟真的很累 我這裡開始有點痛 知道了 你很辛苦 老實說今晚 如果有什麼慘情雷童 實屬巧合 我們沒有說過話 哈哈哈哈 我們是發了一場夢的 我們是發了一場夢的 是今天我碰到他 同夢了 通夢 是 我告訴你 黑社會不要搞我 我害怕 我們說的 完全是 如有雷童 實屬慘情 我今天出街碰到梁議員 我看見他滿頭白髮 還要拿著這麼重的東西 關心一下他 不是 撞的就是碰的 打完就這樣 你兩隻 你戴過我 碰 我就買在那裡 喂呀你死的 這裡是鋼來的 鋼來的 鋼來的 這麼大聲 咬到隻貓都折一折 開暗角 我打出來 暗角 不過 告訴你 張國軍 暗角不是沒有開 藍筆不分 是吃炸糊 哈哈哈哈 是啊 越疾的人坐一個越高的位置 是越容易出事的 不要那麼開心 疾得越認 那唯有大家放長相看 看他搞什麼樣了 好 今天 特首完 有緣有緣有緣 下次再來 下次再來 拜拜 拜拜